虾黄啊,油门那虾九十九,蒜蓉龙虾也九十九,这你敢相信? 大家好,我是阿华,我现在在万寿远啊,听说前江龙虾的扛把子虾黄,齐艳艳,在这边重床开议了啊,让我们看看啊 独打的是青蛇海边度假风格啊,这都在外面吃呢,哇,这些人都在排队啊,这货了好多奖啊,龙虾海边欢聚无边,小龙虾配海鲜吃,这太过瘾了啊 蒸虾,这一份两龙,油闷大虾,这虾的品质啊,嘎嘎地,橘小黄鱼,柠檬泡虾,这是在这个汁里泡着的啊,蒜蓉龙虾,咸蛋黄虾球,柠檬凤爪,干扁虾球,凉拌毛豆,贵酿小番茄,凉面,高压锅生蚝,举芽片鱼头, 今天啊,我们十个人啊,点了这么多虾,吃小龙虾一定要先吃蒸虾,这个季节这个蒸虾就很漂亮了啊 嗯,这龙虾肉啊,Q弹Q弹的啊,蒸虾主要是吃皮质,主要是皮质好,味道肯定是差不了的,油闷的啊 嗯,这个油闷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柔和啊,还是很入味啊,这种鸣店呢,做出的味道就是好,它不冲,吃完了它就辣不燥,确实也想吃,营蒙泡虾 这个非常清爽啊,有点酸滴溜的,还有点青花椒的味道啊,有点微微的麻味,特别适合下酒,就像一样做西家的就是不一样,这平常也丰富啊 听说这个蒜蓉虾是他们做的比较早的啊,这个蒜蓉虾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,因为它不辣,而且蒜香浓郁啊,蛋黄虾球啊,这里边还有锅巴,这个估计都是小姐姐们最爱啊 这虾球外边裹满这个蛋黄,吃的超级香啊,鱼鸦片鱼头,哇,看看,挺好的,就是这个葱香菊啊,吃海鱼啊,吃的不腥,而且细腻又香,肉又滑又嫩 大家将来用这个宝仔做的菜很多啊,这次是大家一个特色,我们点了一个这个鸦片鱼,又点了一个小黄鱼,又点了一个鲍鱼,全是用宝仔做的,鱼出来的 好,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啊,吃的特别鲜嫩,万生源这个虾黄啊,不但中文修升级了,菜肥也升级了,除了好的新菜啊,每道菜都挺好吃的 这边推荐柠檬泡虾,还有这几个鱼类的啊,都是挺好吃的,喜欢的可以过来试一下啊